荒青外 古老边 芳草一连天 万房不留地上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阳 海之江 举角万里落 一虎桌 交进玉环 今宵遍梦荒 天之阳 海之江 举角万里落 一虎桌 交进玉环 今宵遍梦荒 宋别好听吧 大家都知道洪一大师是一位著名的高僧 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 他的字体 我们称之为红体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书法 谈到书法 我们想到的一定是文房四宝 那么文房四宝指的是笔墨子燕 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都听到说 虎笔 徽墨 宣子 端燕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称呼呢 其实在古代的福州 他的笔是最有名的 所以称之为虎笔 同样安徽的徽州 墨是最有名的 古称为徽墨 子章也处在安徽 是宣州的仙子 那至于端燕 可能很少人知道 他指的是赵庆 因为赵庆在古代称之为端州 所以他们处的燕也就叫端燕 今天的笔跟古代的笔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的笔叫尾淡笔 今天的笔叫散庆笔 简单的来说 是以宋代为界限的 宋代以前的尾淡笔 他的中心位置就是他的笔心 是用印毫的 所以他写起来 中间的线会比较有力 而后来做了改进 变成了散庆笔 他的印毫就分不开了 从图中你可以看得见 他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心位置 所以他的笔可以写的比较粗 但是呢 他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中心线 指笔的方法 因人而异 所谓指笔无定法 你喜欢的话可以 两个手指头夹住他 三个手指头夹住他 或者是五个手指头夹住他 但是一般来说 我比较推崇的是五个手指头的 叫做五指指笔法 但是同样是五个手指头 你又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拿法 您看看左边这一个 他的食指跟拇指是紧贴在一起的 而右边这一个呢 拇指是在食指跟中指中间的 各个人的指法都不一样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是指食掌虚 也就是说你的手指头要实实的 顶住你的笔管子 这样你的笔才不会脱落 但是你的手掌中央应该是空了 所以你可以灵活的转动你的手腕 这样你才可以很好的运笔 只要您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现在我们谈一谈弦腕与弦肘 古代称手腕的部分叫下腕 我们称之为腕 古代的人称肩膀以下的到手腕中间的叫上腕 我们现在通称为肘 所以当我们说弦腕的时候 古代指的是弦下腕 而我们说弦肘的时候 古人称之为弦腕 因为他们指的是弦上腕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不然如果你跟随不同的老师 你可能会因为这一点 而跟你的同学PK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我有这个经验一定要告诉您哦 至于写字 是要站着写呢 坐着写呢 要弦腕呢 弦肘呢 还是要把手整个整在另外一个手上面呢 其实是个人的喜好 一般来说 当你写大字的时候 为了避免你的手顶住了桌面 限制到你的移动 我们一般会把整个手臂提起来 离开桌面 那么这个时候 古人称之为弦腕 我们现在就叫闲腕了 可是当你写很小的字 尤其是像王羲之那种 一两厘米的小型书的时候 你非得把手提起来 在空中写 那很抱歉 我只能说你是在卖弄 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就好像我们好好的走路 是很舒服的 我们穿着运动鞋走路 是很舒服的 可是你非得穿着一个高翘去走路 那是你家的事情了 跟我没关系 文房四宝的选择 我们从笔开始讲起 这似乎你写多大的字 如果你写的是凯书 那么一般都从大凯写起 那你到笔店里去 他直接就有大凯笔了 大凯笔基本上都是狼好的 或者是尖好的 那么尺寸也 基本上是差不多大小的 你直接挑一管就好了 那如果是写小型书 比如说像王细枝那种 一厘米到两厘米多一点的 个人建议 就是用那种大概是0.6 0.7 比进的 初锋大概是2.5到2.8厘米的 狼毫比 这就挺好的 宣纸方面 我个人建议用熟线 为什么用熟线呢 其实是因为 古代的人 他们用的纸都是比较熟的 那么而且他可以避免硬末 那初协者来讲要磨墨太啰嗦了 所以一般我们都直接买墨枝 那有人就会问了 到底是颜色重好呢 还是颜色轻好呢 要买松烟还是油烟呢 那么松烟一般是颜色比较淡的 他的胶是用的比较少的 油烟的 他墨色比较浓 胶的成分比较大 那古人写字一般都是比较黑一点的 有了纸笔墨 你就要选铁了 那看你喜欢写什么 一般来说 都从真书入手 那么真书是大家 颜真轻 牛公权 欧阳寻 赵孟甫 随您喜好 我个人在学生时代写的是 牛体 就是牛公权的 但是后来我自己练书法的时候 我写的是颜体 是颜真轻的 因为颜体放大是很漂亮的 虽然他看起来有点笨笨的 可是他写起大字 那是波尔选择 行书方面 我个人是喜欢王羲之 为什么呢 他是书胜 行书是从他开始流行起的 我个人以为 任何学习都要从源头开始 如果你不从王羲之开始 而选择比他差一点的 比如说宋世佳或者是赵孟甫啊 那么以后你再一步步去攀爬 那是很累的 我是喜欢从最高难度挑战起 然后反过头来走 这样我就很轻松了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家之言 仅供参考 千万不要把我的这一个作为你的标准哦 不然被人家批了骂了 不要怪我 古代的人和现代的人写字有什么不一样呢 除了他们用的笔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桌子 在北宋以前是没有高脚桌子 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种桌子 也没有高脚椅子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写字的呢 他可能是左手拿着一剪纸 右手拿着笔 为什么是剪起来 那是为了比较硬一点 让他不会写得很辛苦 当然他也可能像左下图那样 直接拿着一张纸 然后拿着一个笔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看到他们都有个角度 理论上是垂直于直面 那么现代的人跟以前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桌子啊 我们可以坐着写 可以站着写 但不管坐着站着 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努力的 把我们的笔尽量垂直于直面 当然你不可能完全垂直于直面 这就叫做写笔录子 可是再怎么写笔的话 你都要努力控制 就是你在写字的时候要注意你的风 它是正的 为什么要垂直呢 垂直是让你比较容易的把握 就是中风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纸啊笔啊 写字古今的不同 我们就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词汇的理解了 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视频 很多的老师在讲解这个笔法的时候 他们经常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但是你说他说错了吗 理论上按他的理解当然是没错的 可是你细细的想下去 你就发现他是错了 首先我们看看左下图 左下图告诉您一个毛笔的头 他是分于三段的 最靠近笔根的位置就叫笔根 中间的位置叫笔腰 最下面的位置叫笔封 这个大家都理解 那我们看看右上图 右上图呢 当他是垂直的时候 那么他只有尖的位置 碰到纸张 那个时候是叫尖峰 当你要把线条针出的时候 你不可能只用尖峰 不然他出来就是一条跟杠笔一样的细线 所以你必须要把笔封按下去 你一按就怎么样呢 他不就撤了吗 所以那个时候就叫撤峰 千万要记住这个名词叫撤峰 好了 那么这个是指 他是竖起来还是按下去 也就是提起来按下去的关系 跟着我们看看中间这个位置 当你的笔心在正中央的时候 他的前后左右都是对称的 那一个我们称之为正峰 可是你在行走的时候 你不可能永远是前后左右对称 对吗 不然你就留在原点了 所以呢 你的笔的中心是在正中间的话 我们称之为中峰 就是左右要对称 你经常听人家说要笔笔中峰 意思是什么 就是叫你每写一笔都要小心 把笔的中心放在中间位置 左右要对称 这个时候就是笔笔中峰了 可是笔笔中峰是可能的吗 坦白告诉你 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 今天是介绍几个简单的概念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的频道里面 讲的是一起写诗词 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一起写对账 写对联 跟着写诗词 那么这个一起写书法的目的呢 就是把他的对联 将来写出来 把诗词写出来 这样的话可以自己移乐自己 顺便移乐他人 挺好的对吧 这就是我美美的设想啊 一起来学习吧